全部安靜一會讓我聽 因為要收拾 我怕遲些看追求隊員聽不清楚 所以請你靜一靜 知不知道今天為何要叫你們來 上桌 我想你打不久的球 你都可以拿著球在球場走 我再說一次 難球呢 不只是在難球場上打 為何會和你們安排一堂呢 雖然我不知道有多少個人 可能今天來不了 但希望他們自己上Youtube看 我覺得如果不知道你下場做甚麼 你就不如不要下場 我經常覺得是 我小時候打球 我就會練球 不停每天重複重� 重複那些動作就可以了 但直到後期 到我去打大學 打夾了手法 原來不是那一回事 你在球場浪漠十年 你都是那樣的 如果有些事情你是不清楚 你不知道怎麼去訓練 你不知道你可以做些甚麼 其實你永遠都是在那個level 你是不可能做到某個地方 你就不會再進步了 因為你不懂得怎麼去學 技術你可以不停去做很多次 你只是練得很熟 你可以仍然是不好的 你把賽道做了一百次 一萬次 那是不代表你進步了 以前沒有那麼多科技可以幫到你們 以前沒有那麼多資訊可以幫到你 怎樣打 我相信在我學打籃球的年代 都不會有coach告訴我 你應該怎樣打籃球 他就說你走 走八字 全部各位都會的 走八字 射一塊球 搶籃板 大部分coach都會喊的 問題是怎樣搶 怎樣做個戰術 為什麼他做到我做不到 因為你不夠勤力 根本上就不是因為你不夠勤力 因為你不明白 為什麼人家NBA的方法打得那麼漂亮 為什麼我打不到 因為你不是那個腦 不是你不是那個手 你是那個手 你是那個腳 你不是那個腦 人家每次打完球之後 回去要開會 坐在那裡去看 為什麼你那裡做錯了 為什麼你上來比賽的時候 遲了一秒 是看那些東西 你們有沒有看過 你可能從小到大都沒有看過 OK 今天為何要跟你說這件事 我發現這個問題很大 大部分球隊都沒有人會專責練 現在在美國 其實因為他們的sport science 非常之好 做得 開始有很多coach 專門針對這件事 大家知道什麼意思 Mental tablets 你這裏 Mental是嗎 你的精神 OK 你有多ready去比賽 你的精神那個 你的精神那個 印度有多強 你可以handle多大的壓力 你落到場的時候 你知不知怎樣去贏球 不是怎樣去比賽 是怎樣去贏球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 所謂Mental tablets 的意思就是 你們要相信你真的會贏 還有 你要相信你自己學的skills 你相不相信你自己的skills 我覺得大部分你們坐在那裡 你都不相信 你不相信的 在這個stage 希望我們完結了一年或幾個月之後 你是相信自己的skills 什麼叫相不相信呢 你相不相信自己的插花 你相不相信自己射球的能力 你相不相信自己搶籃板的能力 即是說 現在我給你下去 搶一球籃板 同一班人搶一球籃板 你是不是有信心你搶得到 有些人不是的 我下去試一下 你試一下就輸了 你抱著試一下 你打心不下去 你是輸的 我是下去要搶贏的 我那球球為何要嘗試 叫你試 為何要試十八次 二十次 三十次 四十次 你不可以失去那球 你不就是失去那球 你不就失去那球 你如果跟我說 我球一球都射不進 那可能真的出手有問題 你體能不夠 你不夠力射 你入到一球 你就沒理由進不到突然球 你入到兩球 你又沒理由進不到第三球 哪裏出問題 這裏出問題 這裏出問題 還有 我所說的一個很重要 它說 你是要做任何事 是任何一件事 你落到場 我現在不是先說練習 練習才說 你落到球場 你是不是願意為球隊做任何事 任何事的意思就是 你就是抽筋了 你都跑完那一球 OK 你輸了十分 你都拿完那一秒 最後一秒 你都推完那一球 你是不是做了所有事 我相信你比賽了那麼多場 那麼多次比賽 你每一場球都沒有做到 你每一場球都總有些事是沒有做到的 哎呀明明那球球 我再退一步就可以截掉它 明明我再退一步就可以幫到我們 有雜貨 我就是沒有打出去那一步 那就輸了球 那麼那場球就輸了那兩分 可能 就是差了一點點 OK 你記住 籃球 是一種很 競爭性很強的運動 OK 如果你不喜歡競爭的 OK 那你足球 籃球足球 這些是有身體碰撞的運動 是競爭性很強的 誰強就是誰贏的 你玩了這個遊戲 你就會預料到這件事 全世界是這樣的 如果你那一刻不夠強的 你那一刻不夠強的 人家就吃著你 很簡單 當然 有時候我們說mental toughness 的意思是 你這份筆記你可以慢慢用來自己看 OK 我想說的就是 技術水平 在這裡那麼多個隊員 個個技術水平都不同的 有些打球久一點 技術好一點 有些擅長做某些事情 有些不擅長做某些事情 我所說的不是技術水平的事情 有些技術水平很高的球員 很高啊 接近職業水準的球員 他這裡很弱的 他比賽是 完全不懂比賽的 樂道場 有一些技術水平不高的球員 他這裡很強的 我相信你身邊都有些人 他爭勝心很強的 他未必射球很準 他未必走得很熟 但是他的鬥志是最好的 在場裡 他是不會有一秒停的 他不會有一秒 想著 等一會 他每一下都是去到最盡的 那些就是有很強的 mental toughness 他很想贏 他願意付出任何東西可以贏 你們是不是呢 我今天會留下很多問題 給你自己想的 特別是入營前 你想一下 你是不是有這個強度 好了 有好的 mental toughness 當然你可以發揮得很好 還有最重要的是 你是會打高一班球的 你會打高一班球的 因為有很多時候 落到場 或者去到差不多比賽 大專的水彩 比賽是一個level 格組是另一個level 很多時候 越高層次的比賽 他們比拼的東西 不是技術的東西 不是技術層面的東西 他不是技術層面的東西 是這裡 OK 為什麼那些職業球員 和不是職業球員 會差那麼遠呢 你的技術 職業球員做到的事情 可能你練一兩個月 你都做到的 入津你都做到的 可能 為什麼你就是不可以 打那些水彩 因為你這裡不夠 不是差你技術上的東西 兩個人 聯賽冠軍只有一個 全部都是職業球隊 全部都是很有系統訓練 全部都是好球的人 那為什麼有一個 拿總冠軍 已經不是技術的東西 難道他們射三分不准嗎 他們各個射三分 你看看那些人 真是 precise 我是打shooting guard的人 你看看NBA 所有shooting guard的人 全部過九成的 一定是 練習的時候 他閉著眼都入 球球一定是入的 連續有幾十球 是會 是每一個都是這樣的 那為什麼落到場 不是這樣呢 就是輸這樣 一流的球員 跟最強的球員的差別 就是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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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其他球隊的分別 可能就是差那一點 你說你打街球 你打過大專隊 有人打過大專聯賽 是嗎 打過聯遠的 那些人的球技 跟你差很遠 就是完全不能打 那些人應該打NBA 我應該打越早 是否差那麼遠 絕對不會 我不相信在這個大 就是聯院裡面 會出現那麼長烈的差距 OK 沒有可能的 那之後大家爭的 就是這裡 射三分準的 我們有人射三分準的 速度快 快速度快 是藍底輸遍 可能 但其他方面 大家差不多 是同一個水平的 其實是 在技術層面 但這裡不是 我很希望今年 我帶給你 就是這裡你要強過他們 這裡強過他們 基本上你相信我 你是會贏冠軍 你會贏冠軍 這對波其實很強 問題是這裡不夠 這裡都吞了 我不相信有哪一隊聯院 是打得贏你們的 好了 有幾個範疇 我講的 這裡很簡單 其實這裡也很深入 不過 我約了一講一講 究竟你怎樣訓練你的 mental partners 四個範疇 你見到 control confidence challenge commitment 我先問我第一個 commitment是甚麼 承諾 承諾何時出現的 你結婚便出現 是吧 我承諾我太太 我今生今世 我愛她 這是承諾 那你對球對著甚麼承諾 你看這裡有兩個框框 Do I make promise Do I keep my promise 這個是好意的 是人都會說的 Do I make promise Yeah 今天我承諾我自己要減肥 明天走去吃樂雞 不就是沒有這樣 你問問你自己 你過去這麼多年 你有沒有跟自己 commitment 是關於打籃球的 我要射好些 三分 我要做好運球 OK 這個是commitment 你有沒有keep 我看到有些有 有些沒有 是吧 我想做好運球 你跟我說 我想做好運球 我想做潘家 那我不叫你練 怎樣練 你去鬥球 鬥球是練習來的嗎 鬥球會練到你左手很熟嗎 鬥球會練到你運球技巧很好的嗎 不會 你知道怎樣練運球的嗎 是很悶的 那些運球技巧很悶的 你看看我給你每個人的 訓練練習 是很悶的 是這樣練的 運球是 真的打球的人 是這樣練的 不是打街球的人 OK 真的想打球 出色的人 是這樣練的 你不是這樣練 你就不是出色的人 很簡單 你有沒有keep你的promise 你自己想想 OK 你準備進去營運球前 你自己寫下 我在營運球裡 我想做到什麼 我這一個月裡想做到什麼 我這兩個月想做到什麼 你寫下 寫賣日期 今天11月23日 2點20分 我說我要做什麼 那不用太久 一個星期之後 你看看你做了什麼 七天之後 你有七天時間做這些事情 你那七人会做什么呢 去唱棋 去戏 打球 三打三 齐人开球 你都是做这些东西 即是你承认是可以扔的 你都没有继续承认 这是第一个 你会跟我说我想做个好球的人 第一件事你做到这件事 第二个 这件事是很差的 这件事是相关的 第二个是emotional control 你的情绪 你见过这些画面吗 你见过这些画面吗 这是什么画面 职业赛 你想想职业赛应该是全世界最好球的人 叫云集的地方 都出现这些情况 你们呢 我相信你们未至于去到出手打架 我相信你们未至于去到出手打架 不过我说的不是这一样 是这些 是frustrating 你这个情绪很不稳定 那一刻 什么是很不稳定呢 你全失波 你队友全失波 你队友turn over 对方犯规 对方犯规 球正不吹 这些时候 那个coach不放我下场 是吧 我打得好好的 那个coach换了我出来 是吧 对方有个人很矛 对方跟我说粗口 对方笑我 是吧 射队球的时候 是吧 这些全是在考验你的emotion 和control的能力 职业球员 这叫职业球员 就是 那天你幻想一下你射球的时候 就是这样的 喂 你不要跟那个人吵着你 你不玩的 你怕你就不要玩 你没有这个能力 你就不要玩了 你去玩其他 OK 你去玩些很文静的东西 你去下棋 很静的 比赛是吵丸巴斐的 什么人都有的 什么骂骂招都有的 你见过的 是不是 批竹 摄你脚位 走过撞你 浪你 喂 你不是今天第一天打球的 是吧 这些问题出现了 怎样 你发脾气 你发紧了 有什么帮助 你和球证理论完 拿个T法来 有什么用 球员就是因为那球 输了球 你是不是很开心 这些就是emotional control 这些我说的是比赛里面的 除了比赛 而练习里面 练习里面 另外一件事 基本上整队 整队 control都很差 就是集中 一个人走楼 脱手 全是哈哈哈哈 所有人的集中 全部都散了 你念不到东西 你前面那个走楼 热身的时候 哈哈哈哈 它滲下了 一松了 到你走的时候 你便不是100%集中 去做好球球 是吧 这些是emotion 是吧 你想想 你是否在做这些事情 你想想你们有没有做到 好了 challenge 香港学生 或者香港亚洲球员 这方面是非常差的 你见到这个人 match up 一个 差多少 起码一尺 什么是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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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外国 你见过外国人打球 或者黑人打球 他们经常提到这个字 challe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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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前面有件事很难做 ok 有两种人 有一种人 就避了它 有一种人 就step up 我要克服它 那我问你们 你们就说 我一定是要克服它 但你想清楚些 很多时候 其实你们是避了它 你们是避的 好多 我相信你们这里 这么多个 都是有一个习惯 就是喜欢避了那些困难的东西 知不知道他说什么 我左手不熟就避了它 对不对 我左手不熟就避了它 我不擅长 什么叫不擅长 不擅长和不识是不同的 分清楚 我不擅长是我识的 不过 我有另一样的更加好感解 不是 你不懂就是 你做都做不到的 那些叫不懂 那些就是挑战 你看上次我给你打运球的时候 不要是左手 你最熟的那只右手 你最引以为 不打了十多年球 那只右手 你控球也不行 是吧 你试过的 你有多厉害啊 你觉得 好玩啊 我在打Keyman sorry 一个这么出步 这么远的人 都标到你的球 不要说那些真的有水准的球员对着你 你帮我都处不到 就是这样 那就是挑战 那就是挑战 你是怎么面对挑战 你想想 我应该还是不要做啦 做些我最舒服的啦 是吧 我也会的 是吧 蛇蓝底最舒服的 一十球 一十球 你不会永远到蛇蓝底 是吧 你不会的嘛 就是说这件事 请你谈记 是什么 下场 下场是一个比赛 比赛 比赛里面有不同类型的挑战 就是不同类型的挑战 就是不同类型的挑战 对手是其中的挑战 其实最大最大最大的挑战 是你啊 是你自己啊 OK 你小时候可能经常说 最难是挑战自己 为什么你不这样说呢 没有人会叫你停的 没有人会叫你休息一阵的 只有你自己会的 我好累啊 谁叫你休息一阵的 你自己啊 哎呀很难练啊 射极都不入 不如明天才练啊 谁叫你明天才练啊 你自己啊 全部都是你自己做的 这些事情 就好像人家分裂的 你自己有两个我站在那里 哎呀很难练啊 射极都不入啊 好猛啊射极都不行 明天才练啊 那就是你啊 对啊 你叫你step out from the challenge 当然 好了 confidence confidence 信心大家都知道 很多时候大家都知道 哎呀我有信心 但是 你分前坐 信心的来源是什么呢 信心的来源 第一件事是了解你自己 喂 我对我自己很有信心做正传 这个是你觉得的 你觉得你凭什么打正传 你觉得我放你下场 你可以为球队做到些什么 而不是你想着你可以做到些什么 这一些信心做到这个 便是整理政 谈到效果 像在参加一些东西 否则 可有什么 好的 这些信心 neurot Kart partager 就不會害怕 因為我練習時也會這樣做 我做十次 只有一次就不可以 落到場可能打一個八折 十次有七次我就可以 這就是信心的來源 你面對那個狀況 你就不會害怕 你就有信心 你回想一下 你們的比賽 有什麼時候你最沒有信心 最沒有信心 射罰球 不是 進攻 不是 我講一些情況給你聽 贏一分 守著球 一個進攻 你不知怎麼打 你們的球贏一分 現在控球權在你裏 對方拿到你的球 就會贏你 你是不是會亂 不是對方 是你 你現在贏一分 你做最後一個攻勢 如果攻勢就拖不完時間 你沒有信心 你輸了一分 你要拿兩分 射球好 一定撐一下 你沒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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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輸了兩分 十秒進攻 你拿球三分 贏球 拿兩分就打家事 你怎麼做 你聽教練說 好了 我又當這個教練很厲害 真的告訴你怎麼做 你做不做到 NBA 當然可以 因為這些情況 人家練過無千無萬次 會不會不練 職業球隊 每一場都是錢 當然要練 剩下五秒鐘開球 追一分 剩下十秒鐘開球 追兩分 每一個這樣的情況 人家練過無千無萬次 每個人落到場都知道怎麼打 不是比賽 是練球已經做了無數次 做多次的下去 你們有沒有這個情況 沒有 落到你便不知道怎麼打 這樣便打不到 你心目中永遠都說 我是Kobe Bryant 我入球球就贏了 結果就是不進 你沒有練過 信心 你怎麼支援你自己的信心 我自己的信心 一定是透過練習 我不會跟你說 我練了多少球 比賽便知道 你見到比賽 射身一入的話 我每天早上七點五時 射三個小時後 不告訴你 是不是 我不會告訴你 你經常看到別人很準 你又不看別人背後 信心 好了 如何發展 第一件事 為何要召集你們回來 就是想你們重視這件事 你要醒 你必須要承認 你現在的 mental toughness 是不足夠的 明白了這件事 你才可以嘗試去進步 好 另外 desire desire desire是你們 有些人有的 有些隊員 我看到你們是有的 有些隊員是沒有的 每個人都想贏的 是不是 我問你 你有多想贏 你答不到我 我想贏 那你有多想贏 在哪裡會看到你多想贏 比賽會看到 比賽會看到 練習的時候會看到 練習是最容易看到球員 想不想贏的 練習已經分到兩班人 一班是想贏 一班是不想贏的 不想贏那班是來玩的 可能他心裡不是想來玩的 但是他的行為是在玩的 他的行為是告訴我 他是在玩的 練習的時候是甚麼 高度集中精神 高度集中精神 你想想你過去這麼多次 我跟大家練了這麼多次球 有沒有試過一次 我不是說每一拍 全個練習你是高度集中精神 不是的 但有一拍很集中精神 大部分時間你都是不集中精神的 你不相信那隊隊 你不相信練習就不要來 你來到練習是100% 我會專注在練習中 我不會有時間跟你說笑 Sorry 我在想怎樣打 我在想怎樣射好球幫 我在想怎樣走 那個走籃應該在哪裏踏在地上 我在想這些東西 我每時每刻都在想 打球關窗關的東西 我不是在想去哪裏吃飯 我不是在想對面有沒有人走過 Sorry 沒有 不會想這些東西 當你在想這件事的時候 請你出場 下次你看看自己 我開支法 一會兒不知道做甚麼 Sorry 你的心已經不在那裡 這裡有幾樣東西 這裏講了很多障礙 我最想說的是集中 集中的意思是 你要想辦法幫你這隊球贏球 這隊球 不是在比賽的時候 是在練習的時候 贏球不是在比賽的時候才會做 對 贏球是比賽的時候才會出現 贏球輸球 但是什麼令到你可以贏球 是在練習 在練習的時候 你投入就會令到你可以有機會贏球 否則就是輸球 好 這個 這個 你這隊球沒甚麼 有些球員我見過是很麻煩的 很多complain 什麼是很多complain 哎呀 好悶啊 不如鬥球 不如鬥球 可不可以不練這些 我認識的 這些 這些就是negative 我對這些球員 是零容忍的 特別在練習的時候 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因為這件事 對這隊球影響很大 你一個不想練 一個不用練 其他人就不想練 那就不要練 大家不要去增標 你進來這隊球的時候 你有一個commitment 你是要為這隊球付出的 是不是 喂 不是打算進來 我令到你很開心地打過一場球 快樂籃球 不是啊 不是這件事 我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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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坐在這邊 這種球員我是零容忍的 所以我們都希望 當你見到身邊有些人的時候 你提醒他 OK 幾熟都好 我告訴他 你兄弟有甚麼都好 在對球裡面 練球的時候 就不容許出現這件事 你可以不練 那你就不要出場 每個都不同 所以 以後所有的practice 我希望所有人 我不介意 譬如有些時候 我要做體能的時候 你做不到不是問題 有些隊員跟過我去 YC練過節波 最後要做體能 最後要做體能 他說記得 我要抽筋 我可以不做 我會懷疑 我抽著筋 我都要捱我 一邊抽 可能做兩下 再拉一拉筋 做兩下 我不想 step away 從那對球 所有人都在做的時候 OK 只要我還可以動 我都會完成整個要練習的項目 你們有沒有 哎呀我做不到掌上 要搶五下 搶五下 你便分五次做 跪在這裏做 但你都完成了 對吧 這件事不是對我的 OK 是對你身邊的隊友一種負責 OK 喂 大家一對球就是這樣的 是嗎 喂 不是 我還是怕累 我先走 你想想你們有沒有 可能之前有 以後 特別是after 結束了一個training camp 我希望這些壞習慣 沒有了 否則你們不是一隊隊 你只是一班 約會一起打街球的人 OK 你沒有資格打一隊球 你可以去街邊打三打三 Feel free OK 好 這個是我現在一直都想做的 以前打球是很慘的 特別比賽完 或者練球完之後 你不知道自己打成怎樣 現在我每一次練習比賽 我會錄下 特別我要去打戰術的時候 我會聽為何會做到 為何會做不到 是visualize 你可以看到的 是吧 當然 看不看 是你的問題 會看的人 他是會學得很快的 OK 明白 他會看的人 這件事 我希望大家善用這個資源 Youtube這個資源 OK 因為我沒有時間 每次跟你講的 我只可以盡量錄下一段片 是這樣的 你用你的時間去看 你坐車看也好 你吃飯看也好 你留一睡前看 你廁所看也好 甚麼都好 找你的時間看 OK 每個人的時間都不同 OK 總之看了 這件事是令你學得最快的 因為你看到 原來我是這樣的 原來那一刻我想做 例如我想去切入分球 原來那個時間是不對的 OK 是在影像上才能看到 因為過後你不會記得 還有你看到的東西 跟攝影師拍到的東西是不同的 OK 這件事請你們善用 好 這一個 有錯誤 OK 我告訴大家一件事 就是 無論你是一流球員 或者你是對錯學者 你都一定會犯錯 問題就是 犯錯之後 處理方法 一流球員 和次一等的球員是不同的 一流球員第一件事是忘記了的 當下是會忘記的 OK 我在比賽裏面 Turn over 我是馬上會忘記的 OK 不過 不是不理 after 循環之後 我又會看法 明白我的意思嗎 當下我以後會忘記 否則 你就會被他 路被他纏繞著 哎呀 我又Turn over 我又Turn over 我又控球 我又轉錯球 我又射不入 這件事是會令你很快 就換出場了 OK 這件事 你想想你自己會不會有這些問題 這個球裏面有很多人有這些問題 衝進去 哎呀 糟糕 不吹 全失球 哎呀 怎麼辦 哎呀 脫了球 我不會放了 就是這些 這些就是 真是 你如何由錯誤裏面 recover 繼續進行場比賽 好了 這個我們試過了 Handle the destruction 不同類型的滋擾 最多時候的滋擾不是聲音 是你的對手 你身邊的教練 你的隊友 和球證 他會給你最多的滋擾 OK 你打一波的時候 你在場裏面出賽的時候 教練會喊 對方教練會喊 你身邊的 球員會喊 你會聽到很多聲音 哎呀又過底又補位 又留心前面 是不是 很多聲音 你收到 你怎樣處理 你怎樣處理他們 一個好的球員 所以我剛才說 好的球員的集中 你很重要 是不是 我聽到 就並不代表我要理他 是不是 譬如很簡單 對方說 哎呀有他射吧 你鑽在玻璃面前 說有你射吧 你怎樣處理 你射手 你當然會射吧 OK 你不是射手 因為我說了一句 可能你都會射的 我就in your face 是不是 那便射失了 就是你處理得不成熟 是不是 球證明明是犯規 他就是不吹給你 那怎樣 投訴 第二手 站在那裏 你看過很多NBA都是這樣 是不是 衝過去 踩到藍底 球證不吹 他站在那裏舉了手 然後呢 被人打快高 就給了兩分 我先不要理那個情況 是適合與錯 當時這個球員的處理方法 就非常蠢 是不是很蠢 你站在那裏 那一刻就是輸了兩分 因為你站在那裏 好 最後 這個是比較難做到的 我相信 特別是不同的人 他有不同的背景 他打球 即打球 打了不同的時間 有些打得久 有些打得前些 我不知道大家為打銀球的目的 是為了甚麼 我很小時候就知道 打銀球目的是為了甚麼 打銀球目的就是為了挑戰我自己 當然 藍球是有樂趣的 但是藍球的樂趣 不在於我射入一球球 我以前是很在意 我每場球得到多少分 我很在意 我不是那隊球裡面 最好球的人 直到 到大學 打大力專 打到一些 遇到一些好一點的教練 他告訴我 你看一個真的 你享受銀球的人 是享受甚麼 是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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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我問你呢 你拿了60分 在這場球 輸球有沒有人 很有人 我都覺得很有人 這是你的 你解釋吧 我不是 我這場球拿了6分 但我做了很多事情 是人家紀錄上看不到的 贏了球 你想想 拿了60分 輸球 全隊都不開心 你拿了6分 贏球 全隊都開心 你的目的是甚麼 這是難的 因為有些時間 你要犧牲你自己的自我 明明那球球 我是可以射的 OK 不過 那隊友的空位 視乎好過我 我要傳球給他 你是要犧牲的 明明那球球 可以做這件事 不過教練叫我做某個戰術 我不是主攻點 他是主攻點 他就是主攻點 我就給他一個球 他進攻 你現在有犧牲 但你要相信你的教練 你的教練是會看到每一個人的特性 然後用美地 你不要想著 有些東西特別厲害 我教練看不到 埋沒了我 你不要有這種心態 當然 有些教練是會的 但我希望在這裏的人 你相信我 我會看到你們的擅長做甚麼 你看到那些東西就知道了 我真的有逐個逐個看過你們打球 然後告訴你 有些甚麼我覺得你需要更改 有些甚麼你已經有 你是不需要再加強訓練 在我腦裏面 對球是有一個形狀 在我腦裏面會知道 為甚麼我讀到頭很痛 就是因為 我會把你每個人 擺在你最擅長的位置 做最擅長的事 這件事不擅長的 我不想他強行做 我不會叫肥傑控球 我都不會叫Ponker 打籃底 這些是很清楚的 樂觀的心態就是 你打球 你永遠都會想著 雖然有時是阿Q 我剛才告訴你 每場球我都覺得我會贏 我不知道大家好像很簡單 但每場球你都覺得你會贏 如果你覺得你的場球會輸 或者未必贏到 你是一定會輸 你是一定一定會輸的 我覺得我贏 我是會輸的 我覺得我輸 我輸定了 就是一個分別 這不是騙自己 而是說 我覺得我會贏 於是我就會拼搏到100% 去爭取每一件事 否則的話 很快 但是一開球你就會贏 好了 記住這個 我仍然覺得這個情感很重要 特別在你們的年紀 情緒是很大的問題 我覺得練球和打球的情緒 你不要讓情緒影響到你 經常都說 是應該理控制情緒 就算去到很厲害很高的球員 他都一樣有這個 不過他很快會處理到這個原因 他跟二線球員的分別就是 他很快會處理到這個 繼續用他最好的狀態去比賽 好了 說多一點 OK Wi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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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這裡沒有 你們那裡沒有 我想說 我有些特別的看法 OK 你想不想打一對球 是經常都輸球的 你不想 沒有人想打一對球 經常都輸球的 每個人都想打一對球 場場贏球最好 對嗎 但是你怎麼 提到這件事 Winning 你付出什麼去Win 練球 出席球隊的練習 到場支持 加油 不是 Winning 技師說 你要付出所有 你可以做得到的事情 去幫對球隊去贏 我講一些例子給大家聽 看看你會怎麼處理 好嗎 練球的時候 看到我的隊員弄傷了 會怎麼樣 問他有沒有事 好 好了 過了兩個星期 他回來 OK 他還未好了 他犯錯 他帶傷回來練球的時候 他可能轉過 你會怎麼處理 罵他 黑他面 我先不說怎麼處理 好了 練下一球 咦 又有球員 不知道他去哪裡 練下一球 你發現有個球員 叫他走一些很辛苦的 drill 他每次都偷懶不練 好 OK 那怎麼辦 給點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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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一下 試一下 好 你看到那些隊員做不到某些事情 他做得很辛苦做不到 教練他要做 重複重複重複做 他都做不到 好 你會怎樣 好了 我再說一件事 去到比賽的時候 你看到你的隊友犯錯 我現在去走方 OK 打M1 搞錯了 不是那個位 再來 OK turnover 輸快攻 第二次再錯 再輸快攻 你在場的時候 你會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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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情況 在你想贏的時候 你就要處理 我告訴大家 如果我 我去打球的時候 我可以留意一件事 我希望有些隊員可以留意 就是做到 不是每個人做到的 你在場裡的時候 你那五個人 當時的精神狀態是怎樣 你五個人進攻的時候 防守的時候 他們的進攻 精神狀態是怎樣 譬如很簡單 你看到有一個人 譬如他有兩次失誤 你覺得他會怎樣 他會嘴唆 他會害怕的 他會開始懷疑自己的 你那時候 你是幫不到他的 你唯一可以做的 就是什麼 不要緊的 甚至明明那頭 不是好球 Good try 還有 很重要的一件事 你碰一碰他 你記住 你不要以為這件事是沒有用的 你不要以為這件事是沒有用的 如果我們說 寶寶 和我真的怕 我們加油 是不是很不同的 這些是很微細的事情 在場說五個人是可以做的 OK 避開了 是不是 這些你有沒有做呢 因為他避開了 不是 這些事情我希望大家想 你下場的時候 那幾個人怎樣在一起 是不是五個人一條心 還是有一個人離了魂 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怎樣 是吧 還有 那五個人 誰負責做這件事 誰可以做這件事 喂 他隊長當然是他做 那些人 我可以做 最緊的 我可以做 每個人都可以做 最緊的 我希望你們的訓練裡面 你可以避開到這件事 是 每個人 你有你的弱點 你需要隊友的幫助 同時間 你也要幫助你的隊友 沒有這件事 你們不是一隊隊 你們打一打 是嗎 好了 老師 我想問一下大家 你預期我會做些甚麼 我經常跟你說 我預期你們做甚麼 那你預期教練會做甚麼 我問他們 你們預期我可以做些甚麼 我不可以在內打 教我們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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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你平時沒有想過的事情 是嗎 我經常想說 我覺得我打一對球 我是很強調他們 是這裡的鍛鍊 因為 大家的球底不是差的 最大部分問題是這裡的 還有 有的在今上 是沒有人教過你們的 原來是這樣的 我只是這樣說單黨 誰不懂單黨 誰不懂單黨 我聽了這麼多單黨方法 我稍後再講幾集 原來是這樣的單黨 原來單黨這樣變的 我不告訴你 你有甚麼途徑知道 你買了那本籃球參考書 你便知道 你會看到的 原來有四五個黨法有名的 OK 甚麼新型的人 和甚麼新型的人 會做哪個黨 黨員有多少變化 很清楚的 不過你不會看 是這樣的 憑感覺 每個人打球都是憑感覺 我不相信憑感覺 打球的人是很厲害的 最好最上級的球員 都有教練 教練是一些捷徑 用最好的方法 學最好的技術 這是我想做的 但剛才你說 你想我講 你想我教你們 分享 我不用教你們 我分享一些東西給你們 你要收才行 聽完 喂 張妤說了甚麼 我下次又繼續做 對不起 我真的幫不了你 我告訴你 應該這樣做 應該這樣想 或者這樣想 我還是繼續 那就繼續 對嗎 教練的角色 是幫助你們 達成你們的目標 令你們可以享受 籃球的運動 所以我要做這麼多 我相信你是感受到的 其實有很多事情 我是沒有必要做的 我不是擔心的 只不過 我第一次看到大家 我也是熱愛籃球的人 其實我打球的時候 我會遇到很多 我這樣的人 我是很幸運 遇到很多 這樣的教練 所以我今天 我希望將這些 傳給你們 或者日後 我們又會再傳給你們 下一代的資訊 這是一個籃球的傳承 來的 這是重要的 好了 正選 正選球員 每個人都想做正選 對嗎 好了 我先問你 正選球員 當然我想做 問題是 你覺得 為什麼你可以做正選 正選只有五個位 是嗎 不是 不用數了 好了 我問問你 是不是應該 找最好球的五個打呢 我給你 我給你 你找五個最好球的人 打 還是找五個最合的人 打 你覺得 合得來好球 合得來好球 不是 認真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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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得來好球 合 好球 有五個好球的人 經常都不是練球的 沒有默契的 但他五個都好球的 那怎麼辦 我會這樣想 你想一下 我用 我調配球員的想法是這樣的 我始終相信 球隊連每一個球員都有它的價值 我不相信有一些球員 永遠都會坐藍板凳的 不覺得有這件事情 每一個球員有它的 purpose 否則他就不會在球隊裏面 他不會在球隊裏面陪你練球的 職業隊有的 有些人是請來練球的 OK 很大份的 練習球員有 多了很多 他上班而已 OK 在一隊學校隊裏面不是 是吧 你入得來這隊球 你總有一個 purpose 我不管你的球底好越不好 你比賽經驗豐富越不豐富 你總有一個能力 令到你在球隊裏面 有一個角色 我的責任就是要找這個角色出來 我不容許這個球員 永遠坐在藍板凳上 為什麼呢 他永遠坐在藍板凳上 他不屬於這隊球的 他不屬於這隊球的 他只是跟你來 好像一個打閘一樣 問題就是 為什麼選擇這隊球呢 我想跟大家說 我的principle就是這樣 那五個starting five 是心理質素 以及最ready去比賽的人 說一次 不是最好球的人 是最ready去比賽的人 什麼叫ready比賽 我投入比賽 我投入比賽 我很清楚 我落到場上要做什麼 很清楚 做什麼 我的角色是做point guard 我會知道做什麼 我的身份是射手 我會知道怎樣做 我要的是五個 很清楚 他們在場上做什麼 如果你不清楚 sorry 你真的不可以做正選 你真的不可以做正選 你未去到那個水準 ok 你做替補 你需要幫我做某一件事 既然你的腦 處理不了那麼多事情 正選球員是要處理很多事情的 對方的排阵是怎樣 我要直接react 我怎樣執行教練的戰術 我怎樣執行教練